当Izwan在2021年解散时 这张成员们想知道 他们是否还能再见到对方 小樱花和彩元 一起在了Sephram首次亮相 他们真实了解了 解散后面对不确定性时 情感的深厚 小樱花透露 他怕他再也见不到彩元了 同样 彩元也认为 他在和樱花说最后的再见 偶像们之间 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经常见到其他前成员 看到他们都继续追求 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 或加入其他团体 如App 解散后提醒Viswan 他们的友谊是真正的永恒 最近 小樱花在他的个人综艺节目 Fearless Crud的最新一集中 点名了他的前成员 翠安娜和江会员 在这一集中 樱花坐下来 与职业玩家 Deft玩电子游戏 小樱花透露 在他痴迷于游戏的高峰期 他每天都会熬夜玩它 然后当被问及 他和谁玩的最多时 他透露 是闫娜和会员 他补充说 他是其中玩的最好的成员 最后自己补充说到 他们一定会给我发短信 说他们更好 并不总是能一起看到S1 但知道他们仍然保持定期接触 并且一如既往的亲密 这令人感到温暖 爱都寒舍 每日接受的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